大家好,苦瓜营养丰富,夏天可以多吃一些,解暑又降火。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营养的做法,去饭店都吃不到,营养全保留,清淡少油又健康。 做法很简单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把苦瓜放入有清水的大碗中,加入一勺食用盐,消毒杀菌洗得更干净。 再放入一勺小苏打,因为夏季的苦瓜都不少打农药,放入小苏打能够好地去除表面的农药残留。 仔细地把它清洗干净。 洗干净再用清水冲洗两面,冲洗干净去掉苦瓜的两头。 从中间对半切开。 我们取一把勺子,把里面的瓜瓶去掉。 家里面都知道苦瓜苦的原因,就是这个瓶,我们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。 全部把它切除干净。 我们斜刀,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全部切好,放入大碗中备用。 接下来再准备几个新鲜的虾。 把它处理一下。 把虾头虾线去除。 把虾的外颗去掉。 尾巴去掉。 好了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虾仁全部处理好,先放一放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两颗葱,切成段。 姜切成片。 切好之后,放入盘中备用。 大蒜把它拍点。 拍好之后,装盘备用。 看一下这时候苦瓜,腌出了这么多苦水。 往里面加入清水。 把它洗一洗。 用漏勺捞出控水。 锅中加水烧开,放入盐适量。 再放入两滴食用油。 把苦瓜倒进来焯水。 放入食用油起到肤色的作用。 保持苦瓜颜色翠绿不变。 焯水30秒捞出。 另起锅,放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油热以后,把小料倒进来。 炒出香味。 这时候把虾仁倒进来。 翻炒均匀。 开始来调味儿,放入盐适量。 白糖适量。 味精适量。 充分地炒拌均匀。 炒至虾仁变色。 把苦瓜倒进来。 红椒精加进来。 翻炒均匀。 再往里面倒入淀粉水,多个薄薄的芡。 继续翻炒。 哇,好香啊。 美味鸡橙。 出锅之前放入小末香油。 翻炒均匀。 一道非常好吃的苦瓜炒虾仁制作完成。 单上桌就可以和家人明明地享用了。 我先来尝一下。 哇,这样做的苦瓜一点都不苦。 咸香入味儿,非常的好吃。 再来尝一下虾仁。 鲜香嫩滑,营养十足。 好吃又补钙。 苦瓜这样做,清脆爽口。 营养一点都不流失。 好吃又降火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一下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